我的刚毅爸爸呀 你总算是开窍了呀 闪电阿存 顿最大骑士 无敌几块妹 你是真的一个都没放过呀 首先 那猜猜 他是谁 三秒考虑时间 没错 红帽子 红领结 后面扎个小辫子 他就是仓夫迷仔 穿的还是JK服 简直太可爱了吧 接着是下一个 沃淘玉卒 当然了 他肯定不是东西朗洋啊 那他又该会是谁呢 三秒考虑时间 红色蝴蝶结 猫耳朵 旁边还有一个小铃铛 难道说 没错 他就是玉璃挪 身为猫猫 颜值就是高啊 我说 怎么能够这么好看呢 比起前面的叔叔 好看多了 然后呢 是他 一半黑一半粉 不用想都知道 他肯定是我们的甜心兔了 一人化之后 直接变成了大美女 好想尝尝 他做的甜心蛋糕啊 其次就是我们前级无敌的鸡块妹 大菜侠妙妙 以及七口女神点一 可可爱的北极次卢比 每一个都是蛋蛋的鸡瓶大美女 当然了 还有鹰爆药心 美琪亚和发妹妹 看来他们三个的关系不简单了 难道 是要重回S7和S8赛进了吗 既然有了美女 当然肯定也少不了帅哥了呀 萌面蛋 刚业 这么帅你不要命了吗 这不就是我家的小黑蛋吗 这 或者说 这可炫酷的大机甲 谁能想到 段队其实只换元老鸡皮肤 竟然 有一天还能和我的小黑蛋一样 出场就是王炸 吊炸天了 还有还有 我最爱的闪电阿存 只是这 除了看着帅的点 阳光的点 怎么感觉变矮了呢 我想象的闪电狗 明明是肯高大帅气体育生好吗 不像形式蛋吧 不仅看上去红红火火的 一股中国风 完全符合蛋仔形象 而且 就连隔壁的居然院长命影 都是高楼的魔法师 所以 刚业 你快就对我家闪电狗了 差评 差评